可以跟傳統的那種地方的黑道結合 這本來就是一個幫派啊 那地方就是堂口啊 這個是很正常的啊 那你離開幫派怎麼樣就摧毀你啊 讓你沒有辦法生存啊 所以你不要看說國民黨在操作這個 這個是很細膩的啦 你看10月10號建國百年 國府就出來啊 孫中山中華民國的政統 啊現在你看看 申嵐的這種場合 先總統蔣公 你看蔣公這兩個字很久沒有聽過了耶 國民黨都不敢講耶 但是生爛了的時候 這新主牌要去拿出來 嗯 是打神主牌嘛 那你送參選是什麼 是 是 違反中華民國是民族的罪人耶 這個在幹什麼 是在做族群動員耶 中華民族的保衛戰 這是在做族群動員耶 所以馬英九先講個原罪 他出生的原罪 今天再來一個 總統蔣公進的一個相互的故意耶 對啊 所以你假如參選 你是背叛中華民族耶 是民族的罪人耶 那剛剛用好說啊 1996年 好 郝博初也出來選副總統啊 大家不要忘了當時還有一組人叫什麼 陳旅安也出來選耶 所以那時候1996年是四組候選人在參選總統耶 你們這些人 你們同時他們1996年 你們他們說你們是民族罪人 你為什麼不去 不去講這個 所以很顯然 這個是他在進行選舉的一個操作跟切割嘛 這個 你看馬總統今天面對 這個 比較多人的這種大型的這種造勢場合 你剛才唱先總統講說 不敢唱啦 我跟你說唱來沒票嘛 來深藍的場合他就唱先總統講公紀念歌 所以 你看他是切割得非常清楚啊 那這幹什麼 宋 的票 他把它邊緣化嘛 讓泛藍的選票極大化嘛 再來 第二部 越來越好選舉 我跟大家報仇啦 你看剛剛這個郡憲 首張有一張鋪接的這個看板 只有我用一下 另外一張 最後一張 你看到最後我跟你講啦 這個馬總統 搞不好又學陸委會這種什麼鋪接啦 你看東西2000年在算的時候 連 2,000塊4年連送中 欸 頭腳也打下去 啊也在說什麼台灣人對不對 所以選舉啊 這個是他的 一連串的一個招式嘛 先 鞏固藍軍的基本盤 那到最後他 馬總統喔 這一次喔 搞不好 連什麼台灣是國家 台灣是什麼 他都敢講啦 到最後 選票告急的時候 什麼話他都敢講啦 嗯 這個為什麼宋楚瑜說國民要去幫派 其實喔 郝博春會這樣跟他批評 宋楚瑜這種反應喔 沒有意外啦 因為他們這都是過去啦 獨裁時代 蔣家說才不會出來嘛 在他們那一代喔 最重要的是主義領袖國家嘛 一世形態政黨 都在國家的前面嘛 所以他們現在讓他們這樣批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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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覺得意外啦 因為什麼叫民主喔 郝博春他們根本就不 不曉得啦 因為過去都是在 這個一黨獨大的時代 茁壯的嘛 因為他參謀總統做高黨 他才不會覺得不民主 對不對 另外啦 我想 他剛剛有 剛才有一個將軍有提到啦 說對不起金國先生的 都不行啦 我想蔣經國人知道說 他才不會出來這群將軍 現在整天都在中國 在打球啦 紅酒啦 淹到那些什麼國軍共軍 都是中國軍喔 我不知道蔣經國 有什麼感想啦 但是 剛才慧明你有提到喔 宋楚瑜參選的民主價值 其實就是說 做了壞了 人民就想給你拉下來 人民有這個權利啦 你四年前 宋楚瑜敢選嗎 他根本那個時候 親民黨 沒有這個空間嘛 其實你是怎麼 宋楚瑜今天有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空間 是馬英九製造給他 你馬英九製造起來太壞了 對不對 你想想 四年前的親民黨 所有的羅委員就是啦 他們全部都掛國民黨的啦 親民黨幾乎就是喔 心甘情願自動解散 因為大家都認真說 馬英九那個時候就是 所有泛男的希望嘛 那今天呢 希望啊 變成人人想把他拉下來 馬英九要自己檢討啦 如果我們剛剛